不得不承认采用全新工艺并用混合架构的12代Cray 确实是目前CPU中的一支独秀 而想要打败它 AMD已经准备了Zen 3家架构一一应对 但现在来看 仅凭Zen 3家的实力是不足以12代Cray抗衡的 所以这样的重任就直接留给了Zen 4 那么关于它又会有着怎样的升级和改变呢 下面就先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关于AMD Zen 4架构的消息早在此前就泄露了多次 但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导致Zen 3并未全盘脱出 然而伴随着12代Cray的正式发售 其强悍的性能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面对这样的压力 AMD方面自然是不敢掉以轻心 当然对于Zen 4架构自身而言 Zen 4同样是有着地表最强的血型 具体来看Zen 4架构的核心代号为拉菲尔 将会G1台积电5nm制程工艺打造 而相较于目前的7nm工艺来说 5nm的晶天管密度将会提高823% 性能将会提高13% 但功耗却会降低21% 除此之外AMD也正式确认了 Zen 4架构将会和12代Cray一样 支持DDR5内存以及PCI5.0技术 然而不能确定的是 Zen 4架构究竟归位于Risen 6000还是Risen 7000系列 如果是后者 那么即将公布的Zen 3架构就是Risen 6000系列了 至于在详细规格方面 从目前AMD所公布的基于Zen 4架构的 双龙处理器Zen 4来说 其能达到96核192线程的恐怖规格 那么Zen 4如果想要提升的话 至少都是18核心36线程起步 但根据推特用户指出 由于考虑到激热现象以及成本问题 基于Zen 4架构的中平端处理器 最高仅为16核心32线程设计 也就是和目前的Zen 3架构一样 同时最高的TDP功耗来到了170W 这样来看的话 AMD的击压高大法似乎也要来了 Intel啊 你这不管管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终的规格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 然后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主板接口方面 从目前所包含的设计图来看 作为AMD从2017年就投入使用的AM4插槽 终于是被换到了AM5 同时插座类型也会由PGA更换为LGA 而具体的型号则为LGA1718 采用正方形结构 拥有40x40mm的面积大小 同时其他会采用和目前IO类似的锁扣机制 也换取更低的损坏率 同时这就表明了Zen4CPU下面的针角将会不复存在 原材料和成本又节省了 看来节约达人非苏妈莫属啊 接着是性能方面 因为目前Zen3架构就已经实现了IP同频性能19%的提升 而又要打败隔壁12代Corel的话 那么Zen4架构的IPC同频性能预计会有20%到25%的增长 至于究竟是多少呢 这就得看AMD如何打磨了 当然除了架构改进和性能提升外 根据Ecoslab的消息表示 AMD还会对Zen4的温度和电源管理做出进一步的优化 为的就是解决被大家诟病的CPU激热现象 但更让人惊喜的是 根据Chips & Chips的报道 AMD将会在Zen4架构的旗舰产品中 首次集成基于RD2架构的核显 也就是直接把目前以季节为的后织取消掉 但同时会引入F的后织名来表明CPU是否有核显 做法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英特尔 难不成以后还会见到R95900F R95800F的CPU吗 想想都有点激动 至于其他方面 从目前推特用户所展示的细节来看 Zen4架构的L1极缓存依旧是32KB 但L2极缓存将会在Zen3架构的基础上翻倍 从512KB变成1兆币 但如果Zen4的旗舰CPU配备的是16核心32线程 那么其L2极缓存将会来到16兆 这将大于12代Corey的14兆 同时L3D缓存将会采用最新的3DVCache技术 这样一来整体性能超越12代Corey的话 应该不是什么难题 最后根据苏马和AMD的执行副总裁证实 Zen4架构的拉斐尔处理器 以及RDNA3架构的RX7000系列显卡 都有望在2022年发布 而目前显卡的缺货情况 也将在2022年Q1季度得到缓和 所以各位玩家们 请把你们的yes暂时收起来吧 老老实实地做个等等 Zen4正式公布时 新的主板DDR5内存 以及P3U5.0固态等等 又是什么样的价格 能否买得起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大部分上 说出你的看法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ey翔 我们下期再见